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地产詹哥老师说 我是地产詹哥老师说的本日代班人 那我怎么会代班呢 就是因为詹哥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平常穿太少的关系 所以可能有一点感冒 但反正anyway今天很高兴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就是2022的一些对市场上面的看法 那我们选这一次 就是詹哥他也很够益气的 因为大概知道我可能也不大会主持 所以就找了我们两个地产界的章鱼哥 而且他们本来就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 这两个人本来詹哥在的时候 他不打算好好讲 因为怕就是ET被查了之后 就可能我们就会以后没有地方可以去 但是今天是我的话 可能让街机把我换掉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新竹章鱼哥 但现在他已经有新竹家台南 所以是就炒完新竹去炒台 哪有炒 说去这边的展现自己对市场的敏锐度 好我们小鲼哥 大家好是陆大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 恢复自由之声的 财富自由的核杀 今天是特殊版 我是色違版的金城武 等一下我会被打死 反正大家留言骂他 没有关系 好那当然今天讲到这些事情 我们就回顾一下2022年 其实2022年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有一些厉害的状态啦 因为我们自己是 像我们自己做的房仲业嘛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第一季超好的 然后第二季之后就 就是兵败如山倒 我想先问一下陆大啦 那你在2022年有没有什么 自己觉得还蛮值得分享的东西 然后不可以隐瞒 这个人他已经被那个新竹的官方 听说是就是上了一些特殊的记录是吗 这个纯粹是误会 误会一场 不过我要用我的这个个人的观察经验 来跟各位分享 我先分享一个怪现象 2022年我认为 整个市场房市的最大怪现象 我要先说我是 比较focus在三科房市 所谓的三科房市就是以 足科中科南科为主的这样子 科学园区的这样的房市 我focus在三科房市里面呢 我发现到有一个怪的 怪现象就是什么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 内政部 他在前年底的 他在去年底的时候 他寄出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打草房的条例 也就是说今天 要准备要通过的这样子 而且部长那时候也说 好像要把房价弄到的 就是一年跌一成 各位有没有发现 草案还没有通过 甚至还在这个什么政院立院这边 还在还在这边研议的时候 业者已经先开始做这个 禁止换约限制换约的 这样子的自律的动作了 说好听一点叫做自律 说难听一点 我们要听难听的 以后等一下好听的就不用讲 说难听的我觉得这是 是一个很250的行为 为什么呢 明明市场 那个现行的法规 就没有强制规定你 现在禁止换约或限制换约 你自己先去做这种动作 等于是说怎么样呢 等于是说你自己先把自己的一个 可以run的一个 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市场行为 你自己先去把它做一个限缩 美其名叫做什么呢 美其名叫做响应政府的一些政策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怪现象其实 就是造成怎么样呢 就是造成去年我所观察的 这个三颗房子所发展出来的 很不正常的一个畸形的情况 这是一个怪现象 第二个呢 第二个发生的一个怪现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以这个GG 我不能讲它名字 以GG为这个光环的一个 发生在什么呢 发生在三颗里面的一个房价的一个飙涨 可是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这个叫做GG的这个带头的 他其实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替罪羔羊 其实从GG后面他带来是一连串的 GG只是一个霸杖瓜 他后面带来是一连串的什么呢 相关的这些 比如说乳肉啦 帝王蟹啦 大家可能对于他讲GG这件事情 我直接讲 就是台GG这样子 是这样吗 没错 可是他这种处处留情的这个做法 我想像你刚刚这样提到 其实市场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也有观察到就是这一类的状况 那你们会认为为什么大家会 结构性上面它有这个拉抬的作用 呃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 其实整个科学园区它是一个相对封闭型的环境 我们一直以为科学园区 哇这个收入有钱 这个每个都是电子新贵 可是不要忘了 他们真正体现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种劳工市场里面 他们是属于公职场 而且甚至有的还要轮班 而且有的还要什么呢 要安扣 那绝大部分的时间 他们只有在可能 只有在自己轮班放假的时候 他们才有什么 才有机会去接触到外面的一些 一般市井小民 市井小民的这样子的一个 庶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风貌 绝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要忙工作 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环境是封闭的 包括什么呢 生活环境 包括投资资产的这样子的环境 所以在这些科学园区的内部 会有很多所谓的社团 理财社团 财商社团 各方面的运动或研究各方面领域的社团 房地产刚好就是在他们的理财 财商社团里面的一个标的物 可是我听说他们对价钱都很敏感 所以对价钱很敏感的状况之下 那个宝系列的财商 为什么胆敢在这里推出了一个 天价媲美双北市的个案 我们一定要现在就切入到这么敏感的话题吗 你刚刚是说不敏感不要讲啊 而且现在让市昌先生稍微有一点心理准备 等一下就换你接把 把不定的就推给他 好 他现在自由人 在过去 各位这个很重要 在过去 我讲的话我也自己讲的话负责 在过去的新竹市 在过去新竹市还有部分的竹北市 很多的这个科学园区竹科人 是听到保系列的就是指名不要 我不要 请问一下走进集团中心 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保系列的 我们是喔 那谢谢我不要 在过去真的是这样子 我跟你说这是自助 这个才是刚需自助 他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就是有的他不要 这才是刚需自助 可是呢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这两年 2020年底到2022年上半年 当这个财商社团 他们经过研究发现了以后 发现什么呢 投资保系列的这个产品 他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 这个财富的这个价差 涨幅的价差 这个就不是刚需的问题了 这个叫投资 一旦变成投资了以后呢 反正怎么样呢 我自己也没要住 我原本要自己住 啊 那个投资有肉可以套利 所以呢在这个小圈子里面 就这么的一传十传 在这个小圈子里面传开了 刚好竹科这个小圈子 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如果不买大家一起都不买 如果要买大家一起都买 那现在的情况是要买大家一起都买 所以就变成了一股什么样呢 很夸张的情况就变成 打个小杯醋 所以这种感觉就像本来是呢 我是用客户买房子 我本来是用初恋的心情在搞这件事 就是不能够所以要仔细挑选 现在这样搞下去 变渣男的心情在搞这件事 确实市场上确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看新建案市场 跟中古屋市场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这些 专门投资保咖咖系列的 建案的这个投资人 他讲出来了 对 我讲的是保咖咖咖 对对对 为什么他们要去买这类的房子 主要原因是说 你会发现 买新建案的人呢 跟中古屋的人呢 他们客群 只有一少部分有重叠 大部分是分开的 那你买新建案的人呢 你会特别去注重建商的品质 是 口碑 可是买中古屋呢 你这个嘉欣姐也是做中古屋的 你很少听到有买中古屋的人 会问你说 这是哪个建商盖的 很少会这样问 因为有的房子都已经二三十年了 你也问不出来那个建商是谁 对啦 大家location在这边 当然就是同样的你刚刚讲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有一些新的重化区 大家也是听到保系列 是 就会想一下 可是真的就像 像刚刚路大他讲的是说 是比较没有以前考虑这么多 对 一来是说 他们会发现说 买中古屋的人根本 不是说完全不在意建商品质 是相对来讲 没有像新建案的课程 那么在意建商品质 所以他中古屋 他如果说锁个五六年 他其实变新古屋了 他卖给新古屋的这群客人 他已经不太在意建商了 所以他卖的时候 可以用市场的行情价卖 他就不像新建案的那个时候 新建案市场里面保系列了 他的价格比较低 他可以卖到市场行情 所以他的增值空间呢 比其他的建案还要高 只不过这是一个客群上的划分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自从去年七月 预售屋实价登陆上路之后 他不只影响到民众的 购屋的消费行为 他也影响到建商的定价的一个策略 你看民众在预售屋登陆上路之后 你会发现 大家看到价格真的卖得这么高 以前大家都说 新建案市开价吓死人 成交笑死人 结果现在看到预售屋实价登陆 简直是气死人 因为价格真的是那么的高 所以一比价之下你就发现 高价案买不起 你就LP捏着 就只好去买保系列了 这没办法嘛 形势比人强嘛 你买得起只有这个评价案你买得起 可是对保系列的建商来讲呢 他发现实价登陆之后 我的价格跟别人低这么多 他会怎么样 很明显的他就开始调价了 所以调价之后 他会发现去年大概八九月之间 保系列全台湾大涨价之后呢 他整个集团的售价 还有定价的一个策略整个改变 全台大涨价 全台大涨价之后就出现陆大刚才讲的那个状况 他们不再在走地板价 有些这个重划区的建案都已经开到了天花板价格 比如说刚才陆大讲到的高铁特定区新竹的 还有这个桃园的A10重划区 也都是开到这个当地的最新高的价格 甚至呢未来的A20啦还有龟山的A7啦 其实价格都不便宜 都不再走平价路线 因为有预售屋实价登陆之后 他们觉得他们不想卖的比别人便宜那么多 他们甚至建材放好一点的还可以卖的更贵 不过这个状况有点就是说 这有一部分是政府的政策因素造成的啦 因为他们当初在新的政策上路之前 比如说预售屋实价登陆 他们在政策上路之前没有详细的去评估 后续的状况会怎样 结果造成全台湾房价大飙涨 其实这不瞒你说这不止一次 同样的状况 我这样讲今天可能会出一点事情 没关系你可以讲得保守一点 剩下坏人我们来当时 你现在虽然是自由业准你也不要这样 真的 我觉得再回过头来一件事情 就是观众朋友应该有一个概念 就是2022年我们一直被人家说 什么供应链断链啦 然后什么缺工缺料啊 然后建商矛起来 就是矛起来把价格往上拉 那你们会觉得说 虽然到了2022的下半年 状况没那么严重 但是我们实际上面在看市场 你会看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建商和建了 以前没有听过他们感情这么好 私底下和建了 然后另外来说 你也会听到有人要倒掉了 那你们觉得就是面对 这个样子的状态 未来有没有可能 就是真的有人倒掉 而且发生那种系统性风险 或者是大家预期 可能接下来建商这条路要怎么走 因为看起来 我问了很多建商朋友 他们确实都还是会有工料的压力 特别是工啦 工是真的 现在比较难叫 那但是如果说 扣掉这个工料 那土地取得有一点压力 对于他们的经营 你们会觉得说 就你们现在所知 他们会怎么样面对一个 接下来新的挑战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回事 来 先把防火墙弄起来 我在三科房是遇到这个情形 齐静为0 我想这个可能比较偏双北 双北会有这样的影响 这样的 你现在就结束了 句号啊 你才这样就句号了 因为三科没有这种情况 对 入大不能得罪业主 对 你不能得罪业主 没有 三科确实没有这种情况 我延续你这个话题 我来小小的插题一下好不好 可是基本上 based on你的这个话题 各位还记得 这个前年到去年 央行不是寄出一人串的 选择信息用管制吗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观景水龙头 土地融失的限制跟开发 对 开始对这个 都记内的这个土地 这个土建融去做一些限制 结果呢 谁受到影响最严重 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是各县市的这个 在地的区域型的这种中小型建商 他们受到的这个影响会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也许我们不知道 也许我们不太了解 这个一些区域的在地小建商 他们的这个模式是什么呢 常常很多都是什么呢 我上半年盖一批透天 我下半年盖一批透天 然后呢我一按轮车一按 顺顺顺了不然日子很好过 可是呢突然两大冲击 砰砰就进来了 第一大冲击是什么呢 房子一下子卖太快 为什么景气太好嘛 我这个房子一下子卖太快 第二个呢 土地跟那个造价 砰一下子又拉上来 这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我还来不及 我还来不及调涨我现有的这个 这个债销的这个建案的这个房价 卖完了 我要买下一块地的时候呢 地价涨了 然后呢造价也涨了 然后呢紧接着第二拳就来了 政府的央行的选择信用管制就来了 这样子 他开始限缩我的土建容了 很恐怖呢 因为本来我 也许我土龙可以带到六七成 有时候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嘛 也许我可以带到六七成这样子 合作久了这样子 可是央行一下下来了 很抱歉这个都境内土地五成 然后呢你还要开工嘛 开工以后那个一成才要拨到你这边 各位啊我讲白话一点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本来 总金额一亿元的土地 我可能只要拿四五千 四五千我就可以玩一亿元的这个土地了 可是很抱歉央行这样一下来 我可能要多自备三千 自备三千现金喔 这个对很多这个小型的现金 小的是很辛苦 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这个只是土建容喔 还不包括什么呢 工资各方面的这个涨上 所以他们就被迫怎么样呢 从都市土地被赶出 赶到这个非都土地去了这样子 那这些都市土地到时候就留给谁呢 就留给上市贵的大型建杀 对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山科市场 因为山科市场很多都是什么呢 新竹不会是只有竹北跟新竹市嘛 一定还有像什么呢 新丰湖口 新浦跟关西 还有什么呢 琼林竹东宝山 对不对 那个往南边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竹南头粪这样子 这些所谓的比较外围的这种蛋白区 其实在地的这些小建商都受到这样的影响 台南就更可怜 台南是整个西北地区 曾文西以北的西北地区的小建商 都受到影响喔这样子 我们山科市场比较会遇到的是这个 反而刚刚那个田馨你讲的这边 刚刚那个什么 河建啊这边 可能在双北的这个情况会比较普遍这样 对因为像市场 我们之前一直长期在观察一些主要都会的 那你们自己在看 这种河建 然后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除了山科之外 对 你们会怎么样看法子 其实坦白讲啦 不管景气好不好 对建商来讲 河建是不得最后一条路 也就是因为他们能赚 当然是自己赚嘛 河建赚不了多少 利润比较少 那最近河建有没有比较多呢 坦白讲也还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因为营造成本虽然说 下半年的营造成本没有再继续往上涨 甚至微跌一点 可是你把整个例子 走线拉长来看 它还在相对高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河建对建商来讲还是不合 因为营造成本还是贵嘛 你分回来的分物比例 其实还是维持差不多 大概如果在台北市的话 大约建商会分25%左右 那新北市的话可能分30%左右 30有的比较便宜 土地比较便宜的地方可以分到4成 基本上这个分物比例 大致都是固定的 可是你的营造成本是比以前贵很多的 所以对建商来讲 合建是最后一条选择的路 可以减少风险 确实没错 可是减少风险之下 你的利润相对是缩水的 确实也是对建商来讲 没有赚比较多啦 不过这个小型建商的倒闭槽 确实最近从今年开始 就有很多人在讲 不过我们认为今年不会出现倒闭槽 也不会出现烂尾楼槽 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 土建容的余放比就知道了 土建容余放比在前一波 比如说民国八十几年到九十年出头 那时候 那个时候叫做房市失落的十年 那时候台湾的建商倒了很多 上市贵建商也倒了很多 那时候的土建容余放比 动辄超过8%以上 可是现在的土建容余放比 人家了 现在才0.1 对 因为不行也是盘得出去啦 对 连1%都不到 你都还没有余放比就是说 呆账 倒账的比率啦 那都还没有倒账 怎么可能会有烂尾楼 不会嘛 不过明年就很难讲 我的看法其实跟陆大非常像 政府现在的政策 其实就是逼死小型建商 那为什么逼死小型建商 就是说你现代令的政策呢 原本过去还没有现代令的时候 三四年前大概土融可以带到六五成 建容一成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年现代令已经降到土融四成 那再加10%的建容 基本上你的土建容的整体融资 就少了20%左右 20到25% 然后营造成本呢 又多了10%左右 所以你一个建案的总成本 自有资金至少要再增加 三成到四成之间 对小型建商来讲 他筹资能力比较弱啦 他小型建商他没有名气 不像嘉欣姐说 啊 陆大我今天缺钱 你借个1000万给我好不好 就马上随便掉这样子 那如果 陆大看到嘉欣姐来借钱 当然没问题 如果是我 陆大我借个100万就好好不好 陆大 这什么鬼 你什么东西要借100万 就是这样 其实小型建商去跟银行谈融资 也是同样的状况 所以为什么这个树林会有建商 即使增置之后 还是出现资金缺口倒掉 因为资金缺口太大了 补不了 那其次呢 政府现在还在 政府这个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 他要禁止预售屋转售嘛 其实这个对中小型建商的杀伤力 还有区域型建商的杀伤力 也是最大的 因为你会发现最近啊 从烂尾楼风暴 然后这个风潮缩法起来之后 再到平均地权条例修法 大家对小型建商的房子 预售案不太敢买 可是呢 大型建商尤其是品牌建商的房子 还是卖得很好 因为大家有信心可以拿到房子 不怕他们落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对于小型建商的预售案 大家越来越不敢买 而且预售转售 禁止转售之后 如果这个他们买小型建商的案子 他们会觉得 以后说不定拿不到房子 即使这个买了他的预售屋 也不能转售 那我干嘛买小型建商了 我就买大型的就好了 所以小型建商 他就更不可能去推预售屋 因为派不动 小型建商能不能推成屋呢 没办法 因为他资金不够 因为推成屋的话你的自有资金要更高 他的投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你像上市贵建商 他可以印股票换钞票 小型建商没办法 所以未来呢 小型建商呢 我们预估明年真的可能会出现 小型建商的倒闭潮 在下半年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很多乡民会说 小型有建商要倒了拍拍手 这个对消费者买房有什么影响 我跟大家老实讲 小型建商跟区域型建商 倒闭潮出现之后 对你们买房子一点好处都没有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 剩下的中大型建商 他的资本实力比较雄厚 那这些大型建商品牌建商开价 他的售价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呢 通常都是比较高 而且都比市价市场行情贵 大概一到两成左右 这个像新竹啊 比如说有某个坤字头的 富字头他价格很高 为什么他们还卖得动 因为品质比较好啊 比较有信赖感 所以这些如果说这些中大型建商 只剩下这些中大型建商 存活在市场的时候 未来房价他们的一控价能力 就越来越强 好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刚刚两位专家 都讲了蛮多关于市场基本面的事情 而且有很多新闻没有发现的事情 大家应该有听到两位专家的暗示了 那我想啊就是接下来就是面对2023年 听不认识录大或者是我们市场都提到 就是大家都要更在意未来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今天地产詹哥老实说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声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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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